那我把它往右滑了,就是like它 This is a match 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牙花日常 如果你是新男的朋友,我是牙花 我现在正在墨尔门大学读博 今天邀请了少女阿初同学来跟我一起录这一期关于dating apps 也就是约会交友软件的视频 我比较好奇的是现在正在看视频的你 有多少人是正在单身的 快把这个是我打在公屏上 是我是我 因为大家知道我跟阿初都是学传媒的学生 然后我们平常在学习和生活当中经常会提到关于社交媒介 就包括这个约会软件,交友软件这些的话题 所以说我们今天会用到我们两个毕生所学的知识 以及一些真实的使用体验 来跟大家盘点一下那些关于dating apps和dating culture的一些事情 那今天视频会围绕着三个问题来展开 网上交友靠谱吗 从见面到变成情侣都需要经历一些哪些步骤 什么样的软件可以找到真爱 又或者说如何使用这些软件 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 你觉得网上交友靠谱吗 OK 那我根据我的经验 我现在回答是一半一半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我一直会觉得dating app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东西 包括我对他有一个刻板印象 就是使用dating app的人不是好人 他们可能只是寻找一些一页情 寻找一些刺激寻找一些约炮的机会这些 但是我自己真正去使用之后才发现 原来上面也是有一些非常真诚的人的 原来是真的可以通过dating app进入到一段稳定的关系 甚至是婚姻的 对当然我们现在也没有说想要去criticize那些 就是想要互靠或者one night stand的人 只是说这个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对 但是大家其实要把自己的需求讲清楚的话 就都还好 也是对上方负责 对 我觉得为什么你会觉得说在dating app上面有一些坏人 可能是因为就是网络这个环境 还是比较鱼龙混杂的 就是他有好人也有坏人 因为那些人他可能会建立一个虚假的这个profile 就是一个账户 他用假的照片 还有假的个人信息去骗你的感情 有人去骗钱啊 如果做一些非法的事情 所以说会有这种不实的消息 就是假的人存在 杀猪盘 对杀猪盘这种事情存在 但是其实呢 就是现在这个dating app才是蛮普遍的 就是使用的人很多 已经成为了就是当下年轻人 主要去认识新朋友的一种方式了 我觉得 说到这个我想到 我当时在dating app上跟人聊天的时候 有一个导演和演员 他跟我讲到说 对他来说dating app就像一个24小时开放的酒吧 那在这个酒吧里面 你可以遇到一些你在生活中 永远不可能有机会去认识的人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比喻的 就是因为就比如说 像我们两个都是学传媒的女生 能碰上男生也都是学文的男生 然后文科男生本来就很少 然后像一些学理科男生 就从来没有机会去遇到这样子的人 所以说我觉得dating app的话 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渠道 去让你就是打开你的朋友圈 去认识更多的人 所以你会喜欢理科男吗 为什么突然间会有问题蹦出来 就我自己的观点 就是说它技术的话 它是一个中立客观的东西 就是你怎么样去使用它 那是你的事情 有的人会用技术去做好的事情 有的人会用它去做不好的事情 我自己会觉得说dating apps 它只是一个认识人的渠道而已 你关键能不能成 然后能不能交到朋友 都是看人 现在我进入第二个问题 就是从见面到变成情侣 都需要经历哪一些步骤 因为我们发现就是中国和西方人对于这个dating culture 就约会文化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对 就比如说在西方人的眼中 他们会就是两个人变成情侣之前 会有不同的阶段 首先是你先 seeing casually seeing other people 就是你们两个只是hang out 就是出去玩 去吃饭 然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非常的单纯 非常的innocent的一个这样子的关系 然后从seeing other people 然后可能会慢慢变成的dating 就是你们开始做一些情侣会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两个就手牵手啊 或者我们两个亲小嘴啊 但是我们两个还不是情侣 不是我惊讶了一下这么快就亲小嘴了 就是dating嘛 就是会做情侣会做的事情 所以说你跟这个人dating过程当中 有可能会慢慢变成 exclusively dating 就是说你跟我跟你 只有我们两个人dating 但我们就不见别的人了 有可能说在这个exclusive的关系当中 慢慢的演化 然后变成了我们两个缺人关系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你就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但是就是从这个exclusive dating 到这个relationship的阶段 有的时候概念非常的模糊 因为这边西方人的眼中 他们这个dating culture 就我觉得他们已经被dating culture给荼毒了 就是我也有同感 他们会觉得说我跟你dating就好了 但我不想负这个负责任 不想负认真谈恋爱的责任 就这种 但是可能在国内就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就国内成长 然后到这边来读书的 然后就是所以说一开始接触到这种 或者说西方社会当中的这个dating culture 约会文化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文化差异 对 的这种culture shock在里面 你在跟一个人交往当中 你要表达自己的期望值 就是一个期望值的衡量这件事情 也是一个非常复杂 非常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吧 你指的是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这个问题 对对对 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会跟你说的很清楚 但有的人他就不说 然后你就猜不透他到底是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就我个人而言的话 首先我是非常希望对方能够说清楚的 因为目前这个阶段 我觉得我上dating app 我确实希望能有一段relationship 但同时我不希望 我给每一个认识的人 每一个出去约会的男生 都附加上很大的压力 就觉得说我希望你成为我的男朋友 我不希望有这样的压力存在 所以我目前的回答都是 从朋友开始做起 那我会希望他有一个好的结果 但是如果没有 我也不会觉得失望 我觉得可以跟对方说 你想要的是什么 但是这个人是不是你 倒无所谓 但是这是我想要的 对对对 我觉得你把这个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的 这个问题说清楚 也是对于双方的一个负责任的表现 对 就能不能让这个变成一个靠谱的关系 就是还是要明确各自的需求 对 第三个问题 什么样的软件能找到真爱 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 其实什么样的软件都能找到真爱 但是呢 不同的软件 它有不同的侧重点 比如说你要是用的是 探探的tinder 那可能你在这上面 因为上面有太多的 这个想要hook up的人 然后有的时候就很难从 这么多人当中辨别 谁是真正想要一个稳定的关系 对 但是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呢 其实是可能在 我不知道国内大家能不能下载的到 但是在国外的话 还比较经常使用的一些软件 然后这三个软件就是 Hinge Bumble 和Coffee Meets Bagel 为什么我推荐这三个软件 是因为 首先这三个软件上面人都比较 正常 这是一个很精辟的词 然后你可以能找到跟你条件差不多的人 就在这三个软件上面 其次就是 这三个软件上面 他们主打的话 提倡大家去有这种 deeper conversation 建立一种能持久的关系 就比如说像Hinge吧 它的那个slogan就是 Design to be deleted 就是意思就是说 你用这两个软件 其实就是给你去找另外一个人 然后你们两个匹配之后 你们两个可以共同把这个软件给删掉了 所以说它其实就是主打一个 严肃关系的一个软件 Bumble创始人是一个女性 她其实以前是在Tinder里面工作 然后她可能在Tinder工作的同时 会觉得说这个软件做的 没有这么的female friendly 所以说她就创立了这个Bumble 就是鼓励女性去发声 make the first move 就意思就是说 你跟这个人匹配之后 要女性先给男生发一条信息之后 你们才可以start conversation 就是才可以交流 女性友好 然后鼓励女性去主动的一个这样的软件 然后Covid meets Bagel的话 它是一个 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功能 就是说你跟这个人匹配之后 你们好像有七天的时间 需要就是交换联系方式 假如说你七天之内 没有交换联系方式 你们两个没有见面的话 那你们两个就不能说话了 你想要继续跟他说话 那你必须得买他那个Bagel 还是买他那个Coffee 然后你才能继续跟这个人聊天 它其实也在鼓励用户能把线上的关系 变成一个线下的界面这样子 就是这三个软件 你现在是不是有用就是Hinge和Bumbo 对我目前只体验过Hinge和Bumbo两个软件 那其实我个人是更喜欢Hinge的 我觉得首先是它页面的设置吧 因为Bumbo的话是这样子左滑右滑嘛 第一个是因为我很容易手滑 一不小心就 Superlight 一不小心就给到我不喜欢的人 就是喜欢的那个信号了 然后有时候就划得特别快 就会错过一个我觉得很可爱的一个男生 我就觉得可能我不适合这个吧 另外一方面像Hinge的话 是因为你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谁喜欢了你 然后你再去看再去喜欢的人里面 有没有我感兴趣的 如果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 那我们就是一个match match了之后就可以进行一些交流和对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更简单的方式 要不我们现在来划一下看看 好嘞 看一看谁喜欢了我 好来来来 先给大家看一下Hinge吧要不 好啊 现在是Hinge 这是首页 对啊首页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它是淘心或者说打叉叉 这个怎么样 这个我不行 机车裸男 你不行好吧你 但是它有狗 它就是你按淘心的话还是特别的 特别的就是你喜欢这个人的照片 又或者说喜欢这个人的回答 你才可以给他淘心 我觉得会它好的一点就是可以有更有针对性 就比如说对方要知道你淘心了他这样照片 你们可以就根据这张照片继续聊天这样子 或者他一个很有趣的回答 对对对 这个就是它的主页面 这个爱情的页面就是那些前段时间喜欢过我的人 或者给我送了玫瑰的人 那它玫瑰是有priority的 you're really beautiful 这个语法这个语法不行 无力吐槽 语法不行的男人不行 大家用dating apps的时候也要就是仔细去观察他这个人的profile是怎么样建立的 就是他是不是只有图片 还是说他有图片也有自己的介绍 然后也有就是看起来很真诚的样子 我觉得相比一些照片我会更容易被一些很有个性和很有趣的回答所吸引 对对来到Bumbo 哦Bumbo它就是它的主界面就是真的一个屏幕全占满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资料吗 你等一下来来 可以的 我看一下它说什么 你看很容易会滑到吧 对对对对对对吧 哇真的冲浪 我觉得Bumbo的界面设置还蛮像tinder的感觉 那我把它往右滑了就是like它 哦 this is a match 所以他提材like我所以我滑到他的时候我们会match Bumbo就是你要在一天之内跟他发起谈话 要么就这个人会消失是不是 是的 24小时 嗯 我先把他插掉先不跟他聊天 嗯嗯嗯 我们再继续看一看 哦粉糊 我同班同学哦 啊 哎 哈哈 这是他吗 哦是是我同班同学 是一个巴士的男孩子 就是 我知道他 等一下我知道他 我们来看一下我同班同学的profile吧 哈哈 什么鬼 就很有缘哦 我去like一下他会怎么样 哈哈哈哈 就很劲 来match他 match 哈哈哈 他果然不敢like我 我觉得Bumbo的话因为Bumbo他不会说像Hinge一样 你要需要必须填写三个那个问题 嗯 然后所以Bumbo很多人他的个人信心就给的没有很多 然后我在比如说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会没有这么想要去深入了解一个人 因为大家都是在看照片 然后我其实对一个人的照片我很难去产生有很多就是想要进一步了解他的那种那种感觉 嗯 你通过一个人对他profile的描述包括他选的照片是可以看出他一部分的个性的 但是这也可以成为一个人作假的地方 嗯 所以这也就是嗯 所谓的约会软件他啊有好有坏的地方吧 你能看到一个人最想展现的他最好的那一部分 但是可能他最好的部分也仅限一次 刚才我们相机没电了所以现在换了一个相机就景别可能会不太一样 总而言之这一期视频的结论就是说觉得Dating Apps只是一个认识人的渠道而已 然后你具体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你可能想要的是一种casual relationship 你有可能想要一种serious relationship 都是要看人的 然后看对方是不是一个诚心想要找对象的人 嗯 然后你们两个有没有就是在非常真诚的交流 非常诚实的告知彼此 嗯 自己的需求这样子 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一起来拍这个视频的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 跟以前的我一样对于约会软件有这样子的刻板印象的朋友 也可以放在这个刻板印象 确实体验一下约会软件 对大家就注意安全就好了 然后又有一双识别的眼睛 对去看这个人到底是一个真的还是一个假人 就算你见了他的真人之后 你也要还是要提高警惕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居心对吧 我觉得其实你去找对象的过程也是更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 嗯 也算是一种成长的学习吧 对 祝大家好运 祝大家都能在这个网络世界 不管是真实的世界还是虚拟世界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想要的感情 好那今天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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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